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一讲我们进入 LotoJS爬虫系列相关的一个进阶篇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主要是 讲我们这个LotoJS 如何做一个爬虫当中的一个定时任务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前期的课程当中呢 也给大家说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做一个爬虫 那我要做一些定时任务 比如说我一些抓取的一些方法呢 我都已经把它写好了 但是呢,我需要去指定一个时间 或者一定频率的这样一个抓取 那么我们如何来实现呢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这一块 OK,那我们这一讲 学习的内容呢,就是定时任务模块 那定时任务模块呢 就是叫Node Schedule的使用 其实从总体来讲呢 这里边的内容呢,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功能还算 虽然说非常强大 但是呢,也比较单一 它就是做定时任务的 那么 里边涉及到两种 两个内容 第一个呢,是安装 那安装的话呢,很简单 那我就不多讲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使用的一个方法 这里边使用方法呢 我们主要是分这四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四种 第一个是确定的时间 就是说我指定一个时刻 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呢 确定的时间 那么它执行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每小时的固定时间 那就是说在一个频率当中的一个执行 那第一个呢 第一个里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1月1号的 比如说我们指定在12月10号 那么某一点开始 OK 那么它就是在确定的那个时间执行 第二个的话 就是每小时固定时间 比如说我每小时的 就每半小时要执行 每小时的某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1点 从凌晨 从凌晨30分执行一次 然后1点30分我要执行一次 2点30分要执行一次 就每一个小时的固定时间 OK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就是一个星期当中 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 它是按星期来进行走的 比如说我周一 每周每周的星期一 那你晚上的12点 我要执行什么样的操作 那就是它是这样一个 然后呢 第四一个就是我们说 每秒执行 那这个的话呢 大家就 我就不给大家多解释了 每秒执行 那么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呢 一起呢 写一写里边相关的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例子的时候呢 我们来 做一下 最简单的这样一些例子的一些使用 OK 那么首先做第一步 那么我们就是要安装这样一个内容 首先呢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命令行里边 然后呢 那么我们在里边呢 建立一个schedule OK 然后呢 npm 那么我们 首先一样的哈 这样一个名字 我们要来 安装一下 OK 第一步的话呢 其实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两种 第一个是我们自己这样写 然后在里边加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这个地方呢 不妨给大家说一下 这种方法呢 我们就用 既然我们用了npm 我们要去安装这样一个load schedule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就copy一下 OK 那么在这儿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给它安装成全局的 安装成本地的吧 OK 那么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我们相应的那个 packeting阶层那个包呢 一样的会给我们安装出来 那么安装的时候 安装完了 我们就在里边去指定一下 我们要去处理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安装的时候呢 咱们来看一下 整个呢 在使用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来 第一个来讲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点 确定的时间执行 那么我们只需要 按你之前的那个方法 我们把这个包引用进来 然后呢 设定一个时间 然后呢 这个计划当中的呢 建立一个计划的这样一个任务 然后把这个时间呢 放进去 OK 就可以开始进行执行了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把它引用这样一个 一命名空间 然后呢 我们去指定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把这个任务呢 把它给 这个时间呢 给做一个参数加进去 就可以开始执行了 那取消的话呢 就是这个job的cancel 就可以取消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它的月份 它的月份 我们的月份是1月到12月份 对不对 其实它这里边的月份呢 其实是0到11月份 如果我要指定2月份的话 我应该用哪一个呢 我应该要输入1 我输入1月份的时候呢 我应该输入0 连月日10分秒 这样一个概念在里边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 要特别在这说明一下 也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呢 在我们的那个时间呢 它的特别是月份的时候啊 月份 它是0到11 11啊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就稍微注意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这个也建立起来了 我们看 我们看一下啊 啊 npm 啊 这个已经加载过来了 是吧 啊 我们 model ok 这个 好像这里边啊 我们这样哈 我们还是按刚才的再来 我们npm还是把这个给加进来吧 因为我没有的话 好像它是加不进来的 咱们就来 名称的话 那 schedule 然后呢 版本1.0.0 然后呢 描述 schedule 然后呢 index.js吧 OK test 看完呢 我们不写 不写 这个keyword呢 然后我们也是 demo 然后呢 作者 OK 这个少写了 没事 就这样吧 OK 然后呢 我们是进入 它还可以起点接生 OK 咱们呢 能改的 能改的呢 也可以 可以去改啊 OK 比如说这些内容啊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OK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把刚才那个 这个地方呢 我们 把它一样的安装进来 安装进来的时候呢 那么它 它自动会把这个包呢 给我们放到这个 pc线接着里边 那么我们所有的内容呢 就在我们的那个 index.js里面来进行 这样一个编写 好 我们稍微等一下 等它 这个地方再安装一下吧 OK 那么我们接着 再看左边这一块 我们来 看一下 那我们看第二个 好 我们 看到一个 它的一个圆形 它的圆形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schedule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输入的是一个日期 这个地方呢 输入的是一个规则啊 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啊 recurrency rule 这样一个 类型啊 这是一个规则 我们看一下 后边 每一个的话呢 它其实都是 放的是一个规则 只不过这个规则里边呢 可以去定义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 我们拿每小时固定时间 那么每小时固定时间 每小时的呢 这个40 每小时的第40分钟的时候 开始执行什么样的操作 那么 每周一 到周日 它的 凌晨20 注意一下周一 到周日 啊 它从零 然后呢 一到六 啊 注意一下 day of wake day of wake 这种写法 然后呢 每每个到20 20点 周一到周日 它是 啊 day of wake 啊 零 然后呢 一到六 所以呢 这里边所有的内容呢 大家会 啊 自己去 看一下这里边的内容 OK 每一秒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 搞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啊 只是它有一个秒 放在这里边 啊 我们除了第一种以外 传的是一个日期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二三四 我们的二三四呢 它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就传的是一个规则 所有的不同点 就是在这个规则里边进行定义 对不对 OK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定义的规则里边 啊 OK 那么这个规则里边呢 我们这是它的一个官方呢 给出来的这样一个文档啊 这个文档里边呢 也有一些啊 实例啊 我们可以去 学习去参考一下 那么 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那个 啊 这是readme啊 这里边内容呢 啊 这里边它并没有做详细的这样一个说明 没关系 它这里边呢 其实它的啊 库里边啊 测试里边呢 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个说明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看一下它实际的这样一个使用 因为这里边比较简单 所以呢 它这里边并没有给到比较详细的这样一个说明 OK 那没关系 我带领大家呢 咱们呢 一起来学习一下这里边的相关的一个东西 OK 咱们的这儿呢 就已经给建立起来了 对吧 建立起来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去使用这样一个例子 首先呢 我们要vmindex.js 这里边呢 我们要去写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OK 我们先写第一个vr 啊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这样吧 咱们呢 给它拷过来 啊 我们呢 counterc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给免贴进去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 任务呢 我们先不把它给取消掉啊 OK 我们就在这儿啊 定义一个 然后呢 我们日期呢 我们写成我们2015年 对吧 具体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今天呢 我们是多少 OK 咱们呢 先看一下我们的Linux 这上面的这样一个时间吧 我们Linux上面的时间呢 是11月啊 是10 11月的27号 这个上面的时间呢 可能没改 星期五啊 OK 22点44 咱们呢 是11月的27号 对吧 11月呢 我们应该用10月 啊 这多少点呢 27是吧 OK 10月27 然后呢 它是22点44分 对吧 我们输入到了呢 大概45分的样子 OK 那么我们再来 node index 这样呢 这个例子呢 其实它 就已经是在运行过程当中 OK 大家也看到这个任务呢 执行啊 打印了这样一个内容 出来 OK 这样的话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任务呢 其实已经被执行成功了 对不对 啊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例子 大家再仔细去看一下啊 当大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执行这样一个内容 OK 知道吧 我们紧急着呢 去写我们的第二个例子 那么 这个地方呢 我再写我们的下边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呢 我们就是 每小时的什么时候 对不对 啊 这个地方写一个就是 就是呢 每小时什么时候 这个地方呢 其实这些例子啊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啊 尝试去去写 写一下 啊 我这个地方呢 也带领大家去写一写吧 本身这些例子 没有什么复杂的复杂的 OK 如果啊 我们定义了 然后每小时的 试试 我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 每小时的呢 啊 我们定义成 46分嘛 用刚才我们46分 OK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 加一个 这个 这个内容 我们把它加进来 然后每小时的46分 执行任务 对不对 OK 每小时的46分 执行任务 OK 46分 执行任务 我们看一下 这份46分已经过了啊 那我们 再来把它改一下吧 47分吧 所以呢 大家 写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47分 47分 OK WQ 然后呢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OK 刚好47分 它就执行这个任务 啊 对 刚好47分 好 它 应该 我看一下 应该 这个地方 好像是 不是太对 因为毕竟 我们写出来的内容呢 它不是这个内容啊 47 45 40 你再尝试一下 改成48呢 这个地方是执行任务 48啊 这个时间好像是跑的比较快 还是怎么回事 48 可以 成为我实了 OK 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呢 我们紧接着再说一下下边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去调试一下啊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 就不完全做里边例子的这样一个编写 所有的例子呢 大家可以去里边呢 所有的全部都去尝试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第四这样一个 因为这个时间点呢 有的时候不是太好控制啊 不是太好控制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里边 我们去写最后这样一个例子 把这个例子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下边呢 OK 这个例子啊 如果 那么我们把前边的呢 先注释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规则啊 其实我们要把这些地方都先给它注释掉 注意一下我们的任务的话呢 一般来说我们只是开辟一个任务哈 所以呢 特别要注意一下 你不能在里边 就是打开很多的任务 这个每一个任务的话呢 它单独去进行这样一个一个执行 OK 既然这个地方是启动一个任务的话 那么它是每秒钟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剩60 这个地方啊 咱们把这个任务呢 去 这是每星期号 这个地方 我们复制这样一份 OK 大家注意一点就行了 我们每一个任务呢 我们开启的事就是这个Schedule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实力化一次 每一次开业也只能开一个 如果你这里边Schedule要设置好几个的话 你这里边要每一个就是多去实力化这样几个 OK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就是每秒钟就可以去打印出来了 Schedule Schedule它没有定义 这个地方呢 就刚才我们这个地方 Schedule 我们这个包呢 还是要把它 让它运动进来 这样的话呢 每秒钟呢 就可以 进行一个执行 OK 其实大家看到 其实这里边 这个里边的这个定时任务呢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去多测试 并且去处理一下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的内容呢 我们就到此为止 好 这一讲呢 我后续呢 我 我在这个地方呢 再稍微多说一句话啊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根据我们实际上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这四种方法啊 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一个嵌套的一些使用 OK 那么大家呢 会根据这四种方法呢 进行一个扩展 去做出自己想要的一些内容 OK 那咱们这一讲呢 就到此结束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